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机械小燕 今天小燕跟档口老板聊了许多 就是关于iPhone手机 以及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型号 因为最近还是比较多粉丝朋友 向小燕找这些机型 以及苹果笔记本的一些类型 那么明天的话 我们就会到来一批 那么要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今天的话 想要给伙伴们介绍一些 2000多预算的一些iPhone手机 那么2000多的预算 那么屏幕前的你们还是会傻傻的选择 插smail吗 在小燕这里的话 不仅仅可以选到11 Pro Max 还可以选到iPhone 13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会给到伙伴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桌前的这几台机器 都是在2000多的一个预算 首先给到伙伴们看一下 这个XS Mate 这个就是当年发布上万的一个型号 特别受欢迎 如今它已经过了几年 但是它的处理器这些 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悍的 像这种的话是256G的 现在目前的行情是走到了2200 虽然说你们2000多的预算 很多人都会想到XS Mate 但是接下来我会给大伙们介绍的是 11 Pro Max 它的续航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它的续航可以比其他的型号的话 要厉害很多 而且它采用的是A13的一个处理器 跟4GB的运行内存 在我们日常中使用的话 绝对是扛打的 在小燕手上这台机器的话 是一个99新的一个机器 这些的话都是没有刻横的 都是属于一个原装机器 都是没有拆修过的 这台是256G的内存 带回来的行情是2450 因为这一台是属于一个卡贴机 卡贴机的话 现在使用超雪的一个卡贴 可以做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信号 会有一些个别地区的信号 不太稳定的情况下 当然是想要无锁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12mini 这两台都是属于无锁版的 外观都是属于99新的 来可以看到边框的话 铝合金的边框都是没有任何刻横的 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 来看一下微插螺丝 也是没有被拧过的痕迹 而且的话这种电池的话 都是在90%以上的 按照正常来说的话 12能达到90%真的非常不容易 12mini的话 它的电池容量的话就没有那么高 如果说你们在日常 没有说高度使用手机的情况下 选择12mini是非常适合的 毕竟它是非常小巧的 非常方便携带 放在口袋里的话 是真的毫无存在感的 所以这两台机器的价格 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这一台是64g的内存 弹口拿回来的行情是在1900 正常来说的话 是需要走到1950的 弹口老板给我少了50 这台也一样 这个是128g的 弹口老板给的是235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12pro 这台12pro它是一个128g的内存 它也是一个量级的标准 但是它的电池容量的话的相对来说 会低一点 86% 这台弹口老板给的行情是2750 相对比网上的价格来说的话 也是划算的有1000多大洋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然后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台iPhone13的话 它是小燕比较喜欢的一款 因为这种铝合金的边框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有刻痕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四个角都是非常完好的 那么这一台的话 它也是属于卡贴的128g的内存 但口老板给的行情的话 是在2900 iPhone13相对比iPhone12系列的话 它会有所提高 所以它的续航方面的话 也是可以在我们日常中使用 可以做到一天一冲的 这一台的话 我们网上的价格的话是在49多的 那么这一台的话是29多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卡贴的 相差的有2000的预算 其实对比下来的话 它还是非常香的价格 好的 那么小燕说的这几款机型的话 哪一台 符合你们的芳心 都欢迎你们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处讨论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